哈喽大家好 哈喽大家好 今天我们要采访到波登湖的低调大咖 思雨和他的《上海经》 我们首先要恭喜这本书获得了 是新华 新华社的2022年的年度好书 十大年度好书之一 《上海经》还有一本是黑红版的 就是没有颜色的 最早出的是黑红版的那一版 没有涂的对吗 是没有颜色的 就是只有一点点红色 就是黑白红三种颜色的 然后后来呢就又出了一本这个 最早的那本应该是2015年年底就出了 2015年 2015年就已经出了黑白版的了 然后这本是2021年年底出的 之前的那本也是你在上面画的插画的吗 对对对对对对 这一本呢就是把之前的那个 之前的那个上了颜色 啊就是把原来的黑白红上了彩色 然后现在变中 然后现在变中 这个是国画系列吗 不了这样这样 看看这个不是国画的 这个是那个钢笔画的那个黑白的底子底稿 然后呢电脑上色的 嗯 原来是这样的 原来是彩色的 原来是彩色的 这个都是很酷的 上海经主要是讲什么的 上海经就是上古时候的这个地理啊 然后人文啊 然后一些动植物啊 有点像那种百科全书的感觉 对啊奇珍怪兽上面都有啊 对的各种的神兽呀 然后包括一些神话故事啊 和一些历史故事 真实发生的 我看地理故事也有 对 它一般就是介绍 然后某一个东北方向 然后哪座山 然后有什么河 然后山上有什么动物 然后有什么植物 什么特产 然后这个是这个叫山经 山经的部分 主要是讲这个山 然后后面一半呢是海经 山海经山海经 一个是山经 一个是海经 海经的部分就主要是 海上面的一些岛屿啊 那些其他的国家呀 就是像外国的 外国的各种的人啊 然后很奇特的民族呀 然后就是讲人的多一点 海经主要是讲人的多一些 讲各个国 就不同的国家 然后有特别长寿的国家呀 然后有这个什么灌胸国 胸口有个洞的国家呀 反正就是这种很奇特的 对比较奇特的这些人 山主要以这个神兽呀 动植物为主 然后以地理这个为主 嗯 那我们知道 思雨是清华毕业的 对清华美院的 清华美院的 清华美院的 好像在我们印象中 清华是以理科为主 清华以前是那个理科为主的 后来是并进去了 把原来的中央工艺美术学院 就合并了 对就合并到清华大学里面去了 所以就有美院 嗯 那当时怎么想起来要做山海经主的书 是大学毕业设计 最早的时候 是大学毕业设计 大学毕业设计 这上面是以绘本 这个就是彩绘为主 这属于绘本 就是以图为主的 然后有一些文字的这种 这就叫绘本 嗯 对我们看着 我看着上面 我也是很喜欢 每一幅图都是精心设计过的 对对对 但这是通过你手绘出来的还是 手绘的 手绘的 对对 颜色是photoshop做的 颜色后来是通过电脑上涂的 对对 嗯 就看到有几个特别好看的 比如说 嗯 啊 这个九尾糊 九尾糊 这个我也比较喜欢 对对 就很多都很漂亮 嗯 彩色的要鲜艳一些 对 彩色的这个印刷版本也非常漂亮 对 他们这个纸用的也是非常好的 这一次的 就整体的这个工艺啊 这一次是一直盯着做的 这个品项还是非常好的 这个颜色还原的很好 对我也是挺挺满意的 这个颜色印出来跟我这个 这个原画的效果是一样的 是一样的 就跟电脑上面那个是很接近的 OK 几乎是没有色差 这个也很喜欢 对对都很鲜艳的 对很鲜艳的色彩 大家可以看一看哈 这本我觉得如果要学中文的话 是一定要去买的一头树 对可以 它这个其实 古文的部分并不多 我看它古文 其实也是用了比较白话的方式来说了 这个 这个部分是古文 对 这个是原来的古文 下面是这个孙建坤他写的 他那个把它翻译成这个白话文了 对这白话文部分 白话文的部分 也是比较简单的 对也是很好读的 用词也是比较简单的 搭了一些自己的这个理解啊 然后有一些这个历史 故事上面的衍生呢 就是跟一般的那个 上海经的那个解说不太一样 是吗 对他是对 这清华社专门找了一个就是 研究上海经的一个年轻人 他写的 他很很小的时候就开始研究上海经 是吗 高中的时候就对这个很感兴趣 后来也是挺有才的一个人 然后他写了 整个图文设计感觉都特别特别好 我看看 所以还是对小孩子也挺好多 买买我们这个书的孩子也挺多 很多都是家长给孩子买的 我给马克思给我们家小朋友看的 还很喜欢 我这时候太酷了 对我们家两个王也看这个 那必须要看的 你也是有两个孩子对吗 对对对 大的已经8岁半了 小的才5岁吧 小的5岁半 那他们平时除了你就给他们读绘本多吗 家里还不少 家里也挺多的 原来是中文的买了挺多 然后现在都去图书馆见 现在读德语的也挺多 现在中文的他们读的还多吗 这种绘本故事 少少了 少一些 但你觉得绘本对他们学习中文还是 还是还是可以 比较有用 以前他们中文的绘本故事可以背下来 就是讲的多的的话 可以背下来 可以看着图他就可以说出来 对看着可以念 就简单的故事的话 他现在上小学了就 德语 德语 他可以自己读的话 他还是愿意读德语 是是我们家也是这样的 他就是中文的已经读的特别少 因为中文绘本故事对他来说太简单了 那就这种的他们也应该是可以看的 这种的对这种的是可以看的 对吧 对这种的相对来说还不是那么幼儿的 那么无聊 对 还有一些文化的 这个你讲起来的话衍生出来的故事就很多 对 有金卫填海呀什么的 它里面其实也还是有 有很多经典的中国的传说里面的一些故事 然后你稍微查一查 它就有很多跟它有关的一些历史故事 相关的历史文化都可以有 这个是金卫填海 对金卫填海 跨户追日 它其实里面都有 就是女娃 这些故事都有 女娃照片我好像看到 女娃补天 对 这个是跨户追日 就是它都有 其实那些故事也就是从这个里面来的 衍生过来的 这是最早的版本 上海经是最早的 就是很多你现在考古 包括历史研究 他们这些都要从这个里面再去找 就以前觉得上海经这个书就是瞎写的 就是古人自己随随便便 对就是编类一些这种东西 但现在觉得它其实还是很有历史依据的 对它还是很多是真实的东西 对对对对 包括地理方面我觉得很多 地理方面很多也是真的 动物很多也是真的 对对对对 它就是交不同的名字 但是其实那个动物是你第一张南山精开篇第一个星星 星星就是现在的星星 是是是是 它就是写的让你觉得好像啊 这是个什么怪兽一样 那其实就是星星对对 一模一样的 还是比较把它神化 神化了一些 对对对 所以通过真实的 我们以为它是神化的东西 但其实有一些是 它有真实依据 然后再把它美化一些 然后有一些植物啊 对但是有一些也确实是像那种什么 这种这种人脸的怪兽啊 这个你就不知道了 对有可能那个时候人他看到一种怪兽 他并不知道他叫什么名字 对吧 但是有一些你说像猫头鹰那一类的 有可能他就是觉得 确实长得也很像个人脸像猫头鹰这一类的 后面对 这是海金的部分 对 这个就比较怪蛋了 什么有翅膀的人啊 女人 对就是海金的部分就很难考证 不可能 山金的部分多范还是 山金的部分对 就是多范还是有一些动物是真的 现在来说的话就是 出这个书呢 主要是提高想象力嘛 对对对 因为你现在很多东西就是 机器可以做的东西太多了 那人还能做什么呢 那就是想象力的这个部分了 对 而且我觉得他特别有创意 包括里面的话都很有创意 对 他这个书本身写的就很神奇 你一看这个文字就觉得 哇你这个发散思维一下就出来了 你就可以把它那个想象力一下子就出来了 但是我觉得有图和没有图还是不一样的 对以前他有很多个古老的版本 但是流传到今天的话好像最早的一个 现在清华社还有一本是辽代的 辽代的一个很早的山海基 然后比较流通就是大家比较知道的一个是明朝的 然后是清朝的 嗯 就但是画的相对比较简单 嗯 因为它是木刻版画 木刻版画 木刻版画 对 然后就是没有我们画的这么复杂 OK 对相对来说是那个年代的那种感觉了 嗯 那当时你毕业的时候怎么就想起来只选择《山海经》这本 对是也是看到当时《山海经》其实很冷门的一个书 嗯对 就像我毕业那年没太人知道《山海经》 然后当时也是在那个图书馆看到有这个书 嗯 后来又在书店看到有 当时是有一本那个古本《山海经》 嗯 然后 也有插画吗 有它是老的插画 就是那个明代的还是清代的课本的那个插画 然后就觉得这个很神奇的一个书 是是 但是这个画呢就觉得好像还可以画的对吧 还可以画的更有意思一点的 就比较符合现代人的这种感觉一些 嗯 就是那个年代是那种感觉的嘛 然后感觉好像放到今天的话 大家可能觉得不太漂亮了 对对对 就觉得不好看了 嗯 那就现在按照我的这个感觉来做一个 那你做了这个以后有没有什么特别的 做了这整个书下来有没有什么特别的感受和理解 感受和理解对这个《山海经》 我是第一个出这个就是这种形式的《山海经》的人 嗯 真的是在中国的话 没有 对对就是清华社出的这一本就是跟我们一起合作出的这一本 是当时第一个就是以这种比较现代的形式来画的《山海经》 《山海经》就是2015年那个黑红版是第一本 就是这个就是这个 但是只是加了彩对吗 后期只是这本加了彩 内容是一样的 其实是这个图对就是这个图 对就是这个图但当时是黑红的就是黑白搞的就是比较像 就是2015年的时候 对比较像白苗的那种2015年就做了 就是最早的时候是06年 对06年本科毕业的时候我就画了 但是那个时候很少嘛 那当时就是自己做了一个书 那只有20多张图 然后后来是10年还是一几年的时候 然后跟那个清华社接触了 然后就把我画的这个书给他们看了 然后他们觉得很好 清华社的那个张主任 然后他说可以出 但是量太少 然后后来就把它扩充了 就把那个扩充到100多张 就大概是现在这个体量 然后15年出版的 就当时很火 那一次就就火了 对就火了 因为当时市场上也没有其他的《山海经》 就是那一本 再不然就是明代的清代的 就是现代的《山海经》就是我那一本 然后后来到18年左右 然后就开始越来越多了 然后大家发现 哎这个《山海经》还可以这样画 然后后来就各种各样的就都出来了 嗯 然后后来到了20年吧 21年的样子 然后说这个还是有很多人反应 就是说想想再看到彩色的 嗯 彩色的更更丰富嘛 对对对 然后就又画了这本 然后多加了8个图在这里 就是还有一些图是黑白版里没有的 嗯 然后这个里面还加了一个那个大辣叶 嗯 你看大辣叶 对 这个大辣叶 这个是新加的 这个黑白版里是没有的 这个黑白版里没有 这个没有 这个黑白版里没有 这个是新加出来的 嗯 嗯 这种的大辣叶只有一张对吗 这只有一张 嗯 这个里面是 这个里面就画了很多很多个 就把它整合在一起 很多个神兽放在一起了 嗯 这是有些相当于这个剪 整个的一个 对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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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额外的 这些里面的神兽这个书里都是没有的 啊这个是没有的 这是额外的 这是额外的 这是另外的 对另外的一些 OK 那这个我看看反面 反面是它的介绍 对 这都是后来补充进来的一些 嗯 嗯 所以这个是彩色版特别的一个地方 嗯 然后剩下的内容里面 呃大概多加了有8个图版 就剩下的里面 再再有多8张 嗯 那15年当时卖的就很火 卖的大概多少多少本呢 应该说是有超过100万册了 哦有100万册了 那到18年改成彩绘版以后呢 嗯 彩绘版才刚出没多久 OK 这个才卖了一年多一点 才卖了一年多 才卖了一年多 就是22年嘛 22年开始卖 所以这个是比较新的 嗯 看这个很喜欢 因为觉得 好像也是一个文化的传承 把这个整个的 呃 用一个非常形象的这种绘本的形式 很现代的形式 把这种古代的书又翻译 重做一遍 对 不管是大人小孩 我觉得都是 对于学习中文是很有用的 对不对 对对对 嗯 这个传统文化这一块 山海经还是很重要的 是是是是 嗯 以前不太重视这个 古时候应该读的人是不少 但是后来慢慢他就有点失传了 对对对 就是有点 那我们知道的可能就是鲁迅 鲁迅当时写过这个 对关于山海经的故事嘛 嗯 然后陶渊明有个诗 嗯 就那个很很著名的一个诗 流关山海图 啊 抚养中宇宙 嗯 那个诗是他写的 嗯 反正应该那个年代的 古时候的人都觉得 它还是很 比较好 值得一看的一个东西 称得上精的 其实不多 对对对 你像诗精啊 你说叫 叫精的 其实不多 它叫山海经 那它就其实还是比较正统的一个东西 有比较厚重的文化在里面 对就是 因为怪兽记载的太多了 然后后来孔子说 子不与怪力乱神 然后大家就觉得 那这个可能是吧 对对 太神话了 太玄乎了 太玄乎了 但是其实还是很值得一读 是是是 我们读的可能 包括外国人知道的 有斯安明著 但是可能真的把山海经没有放在里面 有读诗经对吧 它的就是 不是一个完整的故事 它不是一个从头到尾 你像《火龙梦》啊 或者是《西游记》啊 它是一整个故事 对 它这个是小片段 它其实就是像那种旅行日志一样的东西 对对对 就是我走到哪儿 然后看见 这里有一个什么什么东西 我就记一笔 对对 然后又走了一个山 啊 这有九尾湖 九尾湖怎么怎么样 然后又记一笔 是 它是这样子 就是随记一下那种随记的 对对对 像旅行日志 对对对 但是整理出来我觉得还是比较系统化 其实还是可以 就是说你怎么理解 这个它里面所记录的这些东西 有的人就觉得它可能只是记录了 中国某一个地方的发生的一些事情 有的人觉得它可能是记录了整个 就是我们现在的是吧 这个大中国的这么个范围的 包括海边的 还有的觉得它可能记录了全球范围的 对对对对 就是说你怎么去感觉 理解它 它所记的这些东西了 你看的那个角度不一样了 你就觉得 哎 说的感觉也不一样 说的感觉也不一样 对对对 而且很多人还是觉得它可能真的是当时曾经 对对 因为很多动物也灭绝了嘛 所以你也不知道 对对对 它可能当时真的是有过的 而且很多的民族啊 你现在去看现在那些土著啊 那些古老的民族 它的那个穿着打扮也是很奇怪的 是的是的 所以你要真的你看见那个样子 你记录下来可能也是它记录的这个东西 嗯 所以大家只是觉得它很玄乎 其实它也都是按根据事实来的 只是发散了一下 我觉得对就是古人的那个角度 理解方式 对它的那个看到的 按照它的当时的认知把它记录下来 嗯 还是很有参考和学习的价值啊 对对对 那你觉得山海经对于当代的读者有什么写 启示和价值吗 给人们就是想象力吧 就是打开你的这个思维 对就是你不要局限在一个 一个一个给你的一个概念里面了 就是你也觉得我们中国 几千年以前的人 就已经这么有想象力了 是不是 它给你展现的这个世界 跟你所理解的这个世界就是完全不同的 不一样的 对我觉得可以给你观察世界的另外一个角度 嗯 另外一个角度 你你也觉得可以开放一下自己的这个思维 开放一下眼界 对对 你可以更有创造力的 更有创意的去去去思考一些事情 嗯 我觉得对小朋友是更有那个 对 有助于他们打开想象力 对小朋友还是挺喜欢的 嗯 我特别喜欢 对小朋友的接受程度比大人要高 对对对 有时候你会觉得他是不是有点有点吓人啊 就是又是头的动物 对他觉得好像没有什么 对对对 那你在创作的各过程中 创作这本《山海经》的过程中 有没有遇到什么困难的 比如说对于文章的理解 和你最终把它落实到你画的 可能就是 对就是怎么把它落实出来 因为他说经常九个头的人 嗯 对你怎么表现出来 对吧你方说像那个 九个头的 九个头的挺多的还 有 就是就是怎么怎么体现 这个这个开明寿 他说九个头是吗 九个头对不对 哎呀我没有看到这么 对就是说你我不太能够就是真的是 病牌九个头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这么裂着就不好看 对对对对 因为古时候画它基本上就是这样的 就是一个老虎的身子 然后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一圈脑袋 或者说一个大脑袋上八个小脑袋 对对对对对 就是怎么体现它 怎么体现它说的这个九个头 你也不要觉得是特别怪异的 硬是生长出来 然后九个脑袋 九个脑袋裂着一排 对对 那就比较没有想象力了 就不美 就是说你最后怎么还是得 这个画面出来还是要美 然后让人看着不吓人 觉得不怪异 所以她对 她还是显得比较合理 就是看起来好像差不多是这么回事 嗯 就是这这种 她这里面的这种东西也是比较多的 就是说最终怎么把它用 用无INK法的方式 把他的文字能取卷出来 对吧対全歪物就是后头人 就是她这种对吧 又有美感又不害怕 对又不害怕 然后你还得有这种 创意 抑郁风情在里面 整个感觉就是比较抑郁风情的 这个是灌胸锅 灌胸锅 我画的稍微有点印度风 这个灌胸锅是什么呢 主要是它这个 就是这里胸口有个洞 然后走路 所有的人胸口都有个洞 说是走路的时候 就拿个杆子从胸口穿过去 抬着走这样 就比较有意思 对就比较有意思的 然后这个是羽人国的 长得就像鸟 那你觉得在这个作品中 有哪些独特的地方 或者说在这个艺术作品中 有哪些元素特别特别的强调中国文化 或者中国特色 中国元素 其实你看我这个书并不是 就是非得把中国的那种传统的 那种元素把它弄出来 因为它这个内容其实本来就挺中国 如果你要看明清的那个木刻版画的话 那就是很传统中国的那种东西 但我是反而是想把它做到现代一点 就是结合它的那个 对就是说把中国的东西怎么弄的现代 国际化一点 对就是太传统了的话 大家觉得有点成就 就是太古老了 你就不太能贴合现代人的这个审美观 就大家觉得不好看 然后你这个用现代一点的方式 其实现在像同类的上海经的话 也都是差不多 都是用自己的这种方法来表现的 就是大家不愿意再去复刻那个很古老的那种表现手法了 跟希望把那种传统的东西用跟时尚的方式表现出来 对对对现在叫国潮嘛 就是现在很流行的国潮 国潮就是用现代的用电脑画呀 对不对用这种鲜艳的现代的配色呀 或者是来表现 然后来表现古时候的一些东西 因为它这个形象本身是古老的 原来黑白的时候是属于白苗那一类的 是的是的就是现苗的那一类的 然后留白很多的 就是有点像那个国画里面的白苗 那种工地白苗 对有点类似那种的 因为当时画的时候也是比较想靠近一点那个木刻版画的 因为它是黑白的嘛 对对 就是还是保留了黑白的 就是加了一点点红颜色 就是有点那种原始一点的 古朴一点的感觉 这一本呢就是更现代一点 就是再现代一点了 就相当于是 那本黑白红的还有卖吗 有有也还有 还要再买一本 那本也还有再买 觉得更显得更原始一点的 这个就更绚烂一点 对对对 就是华丽一点的 就是冲击视觉冲击 对视觉冲击更大一点的 就看大家对有的喜欢吧 嗯 我也比较喜欢 色彩鲜艳的 对小朋友来说也是这种的 对 就是更容易接受一点 对 都很好看 但是也有也有很多他想就是收藏啊或者什么 他也愿意收藏一个黑白的 黑白版 对也有 那在你日常生活中 有哪些活动可以让你比较放松 同时又能找出灵感的呢 因为你现在也是一直在持续创作的 对啊 其实找灵感其实还是去这个 多看一些其他的作品 找灵感的比较多 多看一些其他的作品 我用那个Pinterest Pinterest可以搜很多很多的图嘛 对还是在这个里面比较多 看别人的图比较多 那在生活中比如说听音乐看电影 会又忽然有一种灵感 看电影现在看的很少 没时间看 那倒也是 两个小时看电影都充不出时间 是吧 嗯 因为还是一直不停的在创作的对吧 对然后 现在有没有什么新的创作的意向 现在在也在画一个书 现在画书 它今年应该要出了 今年要出了 也是这种古代的这种 对对对 也是这种古代的 现在不方便透露对吧 现在先不说吧 哈哈哈 好好好 下一次出来的话 我们一定要买 快了 对快了 新书 也是比较偏的对吗 不是不是不是 是比较热的 对比较熟悉的 比较熟悉的 然后我们就期待 风格不一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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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也是彩绘的方式 也是彩绘的方式 也是彩绘的方式 但不是这个风格了 OK 那我们就期待 做为一个在海外创作的 花人艺术家 你觉得可以如何通过作品 宣传和推广中国文化 当然这是你的代表作 肯定也是一部分 这个有出英文版 就是黑黑红版的那一本 是有英文版的 阿玛聪上面 阿玛聪上面 对对对英文版 那个封面是个龙的那个 对那个是美国那个 应该是天马 天马出版出的 他们原来出过莫言的书 所以对中国文化这边 还是有接触的 还是以作品来传播 我们的中国文化 对吧 应该上海经可能是比较难 因为外国人对这个不了解 但是黑白版的评价还可以 下一次你出新作品的时候 我给你第一个买 还有读者签名 见面会对不对 对对对 对你要在上面签个字的 再看一下你 那也期待思雨的新作品 好的 那再次谢谢思雨 好吗 有机会下一次签名会的时候 我们再拍一个 对对对 对对对 其实签名会拍一个也不错 对也很好的 然后那个大家 我把那个链接 这些Amazon的和淘宝的书都放在评论区 大家要记得新书出来 我们也第一时间买 好的 谢谢大家 谢谢 再见 拜拜